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乒乓球队 那我们知道中国乒乓球队目前正在温州备战 接下来即将开始的休斯顿时评赛 那时评赛的比赛时间将会在11月23号开始 一直到11月29号结束 整个比赛的周期还是相对比较密集的 此次时评赛的话对于中国乒乓球队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视 这也是奥运会之后到巴黎奥运会周期之前 整个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性的大赛 那么在今天的话呢 国际拼联也是公布了此次评赛大致的比赛时间 应该说结合美国当地的时间的话 这个观赛的时间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的乒乓球队来说 并不是特别的有利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 基本上所有的比赛时间都是安排在了 凌晨的一点一直到中午12点这个时间段 每天的话呢 基本上要打这个11个小时的比赛正常 只有25号这一天是个例外呢 25号的话呢 是安排从25号的北京时间23点开始 一直到次日就是26号的中午12点结束 那这天比赛场次会比较多 那么比赛的时间拉的也是会比较长一点的 毕竟考虑到美国那边跟咱们这边的时差的话 这样的一个比赛时间安排也是无可奈何 那对于想看中国对比赛的球迷来说也是比较的困难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平赛的话可以算是国际性赛事里面规模 最大的这样一个乒乓球比赛 它的参赛选数也是最多的 所以说每天进行的比赛也是非常的多 比赛时间拉的也是非常长 基本上都是要待12个小时左右 那整个的比赛强度也是非常大的 那目前的话 由于各国还没有完全将各个选手 参赛的选手提交上去 因此分组对阵和抽签也都没有出来 所以说具体中国队的选手会被安排在哪个时间段举行 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是考虑到中国选手 包括中国的乒乓球迷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多的 所以说肯定会有所照顾 你比方说可能中国队大部分的一个比赛 有可能会被安排到8点到这个11点12点 这四个小时内可能会相对集中的比较多一点 毕竟乒乓球在全球范围内说实话 算不上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这样一个运动 但是在中国的普及程度是非常的高的 那国际乒乓球为了照顾这个市乒赛的收视率 那在这个时间段内去安排中国队的比赛 相对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安排 虽然说整体的比赛时间安排对于中国球迷观赛来说 不是太有利 但是早上的话 我觉得大部分的比中国选手的比赛 我们应该还是不会错过的 那么对于各个单项男双女双混双男单女双里边 大家最为关注的其实还是混双以及男单和女单的比赛 男单和女单肯定是重头戏 那混双的话 由于中国队刚刚在奥运会上输掉了这块金牌 也非常希望借助时评赛来完成复仇 那这三个比赛的决赛时间安排的都是比较不错的 对于中国球迷来说 混双的比赛将会在11月28号的中午12点举行 这个观赛是时间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么男单女单和男单的比赛 分别被安排在了最后一天作为压轴出场 女单的比赛将会在11月29号的9点 北京时间8点钟进行 那么男单的比赛将会在一个小时之后顺利开启 所以说这三项的比赛时间的话 对于中国的球迷来说观赛是比较好的 那男双和女双的比赛呢 相对可能对于中国球迷来说 想要观看比赛就得熬夜了 那么女双的比赛将会在3点半展开 那男双的比赛将会在女双决赛之后进行一个开始 所以说此次视频赛的一个比赛大致时间安排出来之后 我相信对于中国球迷未来观看视频赛也会有所帮助 对于中国人双决赛的比赛将会在3点半展开